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款PD-Movie最新推出的無線跟招系統 這款我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的 這款是Remote Air Pro 還有另外兩款 Remote Air 2和Remote Air Mini 這款我們會在下一個影片中說 首先它最大的賣點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它比上一代 它的接收組件 已經直接建立在馬達上 變成你少了一件事去連接 還有現在你看到它所有的聯繫都很簡單 像現在這樣 它一個接一個 一個再接一個 最後再接回到電道 你可以變成DAC線 例如現在是三個馬達 你可以將來六個馬達都可以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就是 它現在這個 是少數的無線跟招系統 是用Apps的 Apps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第一件事你不需要 可能要很麻煩地去下載一個 這個你一上網就自己可以更新 第二件事的好處就是 將來如果例如有甚麼 它新的功能可以加上去的話 其實它只不過去 升級了Apps就已經做得到 我待會我都可以講一講 因為這個版本其實是測試版 測試版它現在剛出了一個新的功能 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我待會會講 好了 講到它有多好用 那怎樣設定呢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試試怎樣很簡單的設定 馬達的設定其實很簡單 跟其實其他Follow Focus一樣 我現在首先已經安裝了兩個 這個其實就是它的接收 你會見到它跟其他兩個不同 就是這個會有一個鏡頭 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有一個洞 把洞放進去那個 我把齒輪對上齒輪 鎖緊它 好像現在這樣 這兩個就已經鎖緊了 之後你會見到 現在這裡有幾個洞 第一個你會見到 是一個天線 因為它是一個發射 接收來的 好了 鎖了它 之後呢 現在我是三個馬達 很簡單的 我就紅點對紅點 插第一個 接著就搏第二個 接著就搏第三個 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 還有出來的效果就很乾淨 那麼最後呢 就是駁這條Power的線線 就在它最後的位置 走出去 然後就鎖到馬達 其實馬達的設定 就是這麼簡單的